TVBS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Mavis马菲斯 很感谢澳洲布里斯本的市长 这次邀请我担任观光大使 电商女王马菲斯以澳洲 昆士兰观光大使身份展开澳洲型 独家带我们看看当地最新流行 多台湾的亲友指定我们要买回去的伴手礼 因为你看他这样刮扮在那边 如果人家拿起来你说 那是袋鼠的蛋代表 我还说是很特别 毛茸茸的袋鼠周边吊饰 瞬间爆红 布置开箱超烈期半熟利 不想让大家拿 而且你过来看一下 它是最后一管 你看 你看 我刚刚就是指名要找它 这个呢 在外面介绍的是澳洲药妆店的神仙精华液 来到澳洲最大药妆旗舰店 找到这瓶当地人都超推的保养品 还有昆士兰州闭丸景店 Brisbane的一个叫做Mauritan Island这边 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 这里呢也是周董 周杰伦跟坤林他们度蜜月的一个地方 我就可以看 海景第一排好吗 来到由海豚岛称号的摩顿岛跟野生海豚互动 这回是布里斯本市长亲自邀请马菲斯 上一个受邀的还是韩兴润 让马菲斯吵嗨 而两人会面 在社群直播还创下1.4万人同时上线观看 马菲斯也透露4月还要参加纽约时尚活动 做风管直播 创下最高的销售记录 所以他这次呢就邀请我们到Megala这边 就是带我们去做一个tour 从黑色惠美眉出身 马菲斯开启电商事业 去年年收高达12亿 还跨足够谈8片 月初受品牌NJ邀约 美国连线一个晚上创下1万个下单量 这回当澳洲观光大使也登上 美国媒体版面跨界电商闯出一片天 TVBS新闻花正三宏亭台报道